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计程车的问题 这题是计程车问题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逻辑的问题 我们先把它叙述先写起来 我们知道甲A要在一起 然后呢 乙B要在一起 那接下来 这四个人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呢 因为它说了第三个条件 CD要不同车 如果这四个人在一起的话 那CD就会同车 所以这样就不合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甲跟乙 它们是分别属于不同的车 这样CD才能够一人搭一车 剩下的丙跟丁 也是一人搭一车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一个选项 A小姐与D小姐 B不同车 A在这边 D的话呢 反正CD只要不想同 所以D可以上去 也可以下来 所以这个就不确定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甲乙已经不同了 所以这边甲跟B 就一定不同车 这是正确的 接着呢 乙与丙 乙在这里 那丙呢 丙也是可上可下 所以这边就不可以选 那第四个是说 如果乙跟丁同车 如果丁下去 那丙就要上去 所以丙上去之后呢 丙与B就不同车 所以这个是错的 那第五个 D与乙要同车的话呢 就表示说 D要下来 那C就要上去 C上去之后 CA就会同车 所以这是对的 所以这题的答案 就是选项2跟选项5 我会不会选项3跟选项5 我会不会选项5 感谢观看